中美貿戰似乎是告一段落 很多人都覺得挺好 可以有好好的升幅股市 首先看看 有關於中美貿戰的謀談出來的結果 我在上個星期六的文章已經是猜得到 連放生華為少少都猜了 這些文章是星期五寫的 如果我都可以猜得到的話 你認為所有大行為何猜不到 你猜得到的話 市場是不是已經有些反映了呢 再上去可以升多少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心裡有一個數 未必需要太樂觀 當然我們現在還在憧憬 會是減息這個問題 減息是不是一定真的好呢 再其次我們看看 在香港的環境 又是不是將會對股市利好的呢 而還有一件事 將會出現的就是 有三個巨人 他說了一個說話 這個就是加勒斯潘 以前通用電器的CEO Jack Wells 和微軟的以前的頭頭 是Bill基他都說了一些說話 都是對我們未來的股市炒發發展 是有所啟示的 那他說什麼呢 聽一聽 即是長些版本的那個才行 iste人 這是RAM 雷休山 雷休山